放眼望去一片白茫茫 树枝上的绿叶全都裹上一层 厚厚白雪 四川省峨眉山 冬日雪景美不生收 我第一次来峨眉山来院 看到这风景啊这雪 很舒服 很巴适 雪很北 也很大 中国大陆这几天气温骤降 各地都降下大雪 在云南省传出有民众 因为雪实在太大 受困山区整整一天 好 可以 救难人员除了动手挖雪 还出动推土机 铲除厚厚积雪 好不容易清出一条路 让33人顺利脱困 另外在西藏同样因为风水太大 有超过80架航班停飞 3000多名旅客滞留机场 而最低温出现在新疆 达到零下20度冰封整个地区 巴士都得挂上铁链才能上路 镜头转到江苏省 则是有农物笼罩 能见度不到50公尺 公路和航运一度封闭和停航 中国大陆气象局表示 25号还会再有一波冷空气 袭击中部和东部 到时候部分地区的气温 可能又会再下降 大海新闻 黄金艇编译 黄金艇编译